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到那时候也没哭 只是睁大眼睛看我 我伸手去摸她的脸 她也伸过手来摸我的脸 她的手在我脸上一摸 我再也不愿意送她回到烂户人家去了 背着凤霞就往回走 凤霞的小胳膊勾住我的脖子 走了一段 她突然紧紧抱住了我 她知道我是带她回家了 回到家里 家珍看到我们镇住了 我说 就是全家都饿死 也不送凤霞回去 家珍轻轻地笑了 笑着笑着 眼泪掉了出来 作者以第一人称讲述着福贵的故事 读完整本小说 也就好像过完了福贵的一生 不管是苦难还是快乐 都是她的故事 也是我们读者的故事 其实有时候 真分不清她是快乐还是悲伤 过几天就是夏日记了 为了给你们带来最精彩的表演 我和我的伙伴们都一直在努力 一起给我们加油吧 我是方祥瑞下期见